怎么样了 你总算来了 冰淇淋越来越严重了 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 我现在无能为力了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们给他转院吗 好 我跟你说实话 他现在各个器官都在衰竭 你换到任何一家医院 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我现在的建议是 安乐死 安乐死 不 我不同意 没有其他选择吗 我这只是一个选择 决定还是由你们来说 我同意 你凭什么同意 你们商量一下吧 你看看他现在 多痛苦啊 既然已经就是无望了 为什么不让他早点解脱呢 你是要夺走他最后的时光吗 这是他最痛苦的时光 你怎么知道他是痛苦的 他也许是在用这个时间 跟这个世界道别 他也许是舍不得离开 所以还在坚持 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根本没有选择 而且他也不会讲话 他没办法告诉你 他究竟有多痛苦啊 我看得出来 他舍不得离开 他希望我们还能救救他 对啊 那这样吧 我去找医生谈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 冰淇淋 没事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哪里 是这样的 不允许任何人偏见 然后再多个办法 再去哪里 亲爱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他起个饼子啊 你看啊 你姓顾 我姓姜 你这个名字不可以啊 不如叫他冰淇淋嘛 我们刚好是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捡到他 就叫他冰淇淋怎么样 就叫他冰淇淋 接电话 妈 接电话 顾川 你把冰淇淋还给我 接电话啊 接电话啊 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我没有任何准备 可我不想去公司了 所以不能亲手递交辞职信给你 在这儿 我口头向你提出辞职 你还是可以去上班的 rier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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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